自从苹果公司开启了PLUS这个尾缀以后 PLUS这个词是出现在越来越多产品的一个后缀上了 近两年甚至各类车型的一个大小改款都希望加上一个PLUS 但不同的车加上PLUS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最近我就去试驾了广汽IIS PLUS的这款新车 那么这个PLUS对于广汽IIS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咱们用第一视角带大家一起看看 啪一下很快啊 咱们就把IIS PLUS给开了出来了 首先看到这个车最强烈的可能是这个猛蓝粉的车企颜色了 这是IIS PLUS新加入的两款车企颜色之一啊 官方称之为冰龟粉 官方表示灵感来源是源自于玫瑰星云皮 取了充满星空失忆的冰龟粉 作为一个车身配色是装为时尚女性拿造的 看着这些官图不难发现确实是很时尚女性啊 而另一款新加入的车企颜色是叫全西银 这款车企颜色就更厉害了 被官方称为是国内首款猪光变色车身们 车漆可以随光而变 也是变色幅度最大的量产车之一啊 从实车来看呢 整体车身在一个暗光条件下远观的话 车漆会呈现出一种银白色的质感 但如果抽劲点呢 会发现在光照下 车漆的一个瘦光面会呈现一种 类似淡淡的暖黄色 而背光面则是一种淡蓝色 官方表示啊 这是因为在全新车漆中加入了 那米级的变色珠光材料 色相呢 绝对只能可以达到40以上啊 而其他同样技术的变色车漆 变色幅度呢 一般只有10到20 最关键的是 广汽IIS PLUS上的这种 渐变车漆啊 是可以合法上台的哦 只是很遗憾 好像无论用适用方法 手机还是OSMO 都拍不出来肉眼可以看到的那种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想是 既看一看的话 不妨可以去设计店体验一下 OK我们说回车本身啊 首先呢 是这个前脸啊 现款相比呢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整体沿用了一个概念车的设计语言 前抗的新造型 和之前上市的I&Y 还是比较相似 整体相比 现款I&S来说啊 显得要更加的简洁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下格三啊 这是一个自适应进气格三 开度呢 分为六档 是0% 10% 25% 35% 45%和90% 这个格三呢 平常是会关闭起来以减少风阻 只在需要散热的时候 会把格三打开 提供更多的一个冷却气流 按照现场风筝师说吧 这个主动自信进气格三 结合整体的一个障碟设计啊 可以让I&S Plus的风阻系数 低至0.211cd 与此前的I&S相比啊 足足降低了14% 是全球最低风阻的一个 量胆纯电车型啊 而且呢 也能为I&S Plus 增加个5公里到20公里之间的一个续航里程 可以说相当的厉害了 头灯这里也有了一定的调整 包括车头的logo这里 细看之下的话 还会有点新能源的绿色 而车面的变化呢 就并没有这么大了 有主流的贯穿式双腰线设计 比较有亮点呢 还是这个隐藏的门把手 在你锁车以后 和行驶中的这个门把手 就是说回去的 只会减少风阻和避免有人手键啊 但是呢 只要你拿着钥匙客厅车辆 这门把手就会自动弹出 看起来呢 还是相当的好玩的 车尾部分的变化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采用了如今主流的一个贯穿式尾程设计 并且爱安的字母 logo位置呢 稍微做了点小调整 左下角的广汽传奇 也换成了广汽爱安的一个字眼 左下角还是S 很可惜没有PASS 标外观 咱们进到车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饰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 还是这个三浮式方向盘 整体的一个粗细和手感都还不错 两侧的多空的按键 大概都很粗细的 往后一点呢 这里呢 是一个带面部识别 和皮刀检测的一个小部件 再看下去就是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盘了 这个仪表盘呢 显示的内容是相当的东西 而且还有不同的一个显示界面可以切换 只需要从方向盘左边 按这个按键就能调节了 内饰接下来呢 那就是这个很强烈的中共呢 是寸媒技术的话 官方数据好像是14.6寸啊 相当的大 可以显示的内容和功能也是相当的丰富 像什么车联网 走机库联这类的 别的功能呢 咱就不多说了 普通的按摩集权 比较值得议题呢 有这几点 首先是这个语音识别功能 有科大驯飞的支持 识别率还是相当的高 哪怕是很不包准的光图啊 也能不能上识别 而且使用的一个逻辑还是不错的 只要你一段时间不理它 它就会自动完毕 开启呢 可以通过屏幕左上角 这个类似Siri的图标开启 也可以通过方向盘 右边这个语音按钮的 几种方式都行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一个像 称之为救命模式都不为过的 一个小功能 就是这个空调的速度模式啊 降温效果 这叫一个给力啊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广东人来说啊 夏天刚进车的时候 简直就跟桑马哈一样 但这个车机屏幕呢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影响 或者是需要吐槽一下的 就这个驾程模式条件 可以看到咱们在屏幕左下方 这个车辆图标里呢 是能够进入驾驶魔动的 一个手动选择界面的 但如果咱们返回主页 从这个程序页里 也是能通过驾驶能耗 这里进入一个驾驶模式选择 但是大家要记住 这个动能回收调节功能了 咱们再返回刚才的驾驶模式 界面可以看到 其实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像什么阿基狗的 增驾驶辅助功能的 一个开启和关闭也是在这 而且呢有四种模式可选 除了常规的一个 电动模式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外 还有这个模式 这是电动车上 特有的一个踏板模式 动能模式呢 也对强制性的只能选择高 表面上来看 这个驾驶模式 只选择就好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但问题就出在这了 因为你在驾驶模式选择着 居然不能调节一个 动能回收的力度 只能返回驾驶与能耗症 再重新去调节一个 驾驶回收力度 这我就很不理解了 明明一个界面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 在两个界面之间 反复切换呢 还有这个自动驳车功能呢 也是值得一提的 这主要有两个 比较好用的地方 首先是一个哨兵模式 像在广州 这种天气就像女朋友的心情一样 缩辩就变的城市 前一秒可能还在一眼高照 但后一秒呢 就会大雨倾盆了 这个哨兵模式呢 就可以在我们停车后 又忘了关车窗子时 就能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用场了 它通过车内后视镜 后方的一个传感器 再检测到下雨 并且我们停车 没有关窗的情况下 就会自动的把我们伸窗 可以很好的避免在车里养鱼的 这么一个尴尬情况了 其次呢 就是自动驳车的功能 开启这个功能以后 咱们只需要开车经过停车位 让车子检测到可以停车的地方 咱们就能下车锁车一条龙 然后通过手机APP 一键停车了 而且请注意 这个停车位 不管是车方位还是道库 哪怕是没有清晰的一个停车线 只要其中一边有东西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这对于新手司机 以及遇到一些停车不好开车门 下车的情况下 就非常的实用了 OK 聊完了前排 咱们来聊一下后排啊 INS PLUS 相比INS的一个尺寸更大 空间表现呢 自然是会更好一些的 我身高171 其中74kg 调整了前排后 坐镇和后排 可以看到 腿部空间是相当的不错的 而中间的坐垫 虽然有点突起 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软 地台中央有突起 但不高 长度和宽度 也足够放下我41码的脚 加上这靠背和头枕也算比较软 理论上来说啊 哪怕是满载三天的情况下 整体的一个舒适性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还有这个全景大前窗啊 而不对 这个应该叫天幕才对 也能带来一个 比较不错的通透感 只是这个没有衡量的全景天幕呢 会导致车辆的一个后梁移动 因此在后排坐的比较直的时候 头部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少头发 对于一个身高比较高的人来说 可能会有顶头 就采用摊坐的一个姿势呢 会比较舒服 毕竟后排坐垫也足够的长嘛 此外 这里要插播一折冷姿势 就是这块中间没有衡量的全景大天幕啊 观伐车面积达到了1.9平米 并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全景变色天幕 全景变色天幕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变色嘛 官方之要显示 这块全景天幕采用了全球首发的 第四人代油性电制变色技术啊 防晒效果 康比安耐上 甚至比波音飞机和法律都厉害 直外线的隔绝率达到99.9% 并且全范围的一个变化时间呢 小于每平米两分钟 主播比较遗憾的是 我开的这辆是试驾车 并没有体验到这款全景变色天幕的一个厉害之处啊 只是觉得没有这个这两年 晒久了 还是会有点烫头的 不过从观望的演示来看呢 这块天幕的一个反射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加个投影以后 甚至能直接当成幕布使用 躺在车里 不管是打游戏 看电影呢 都不是一个问题 聊了半天的废话 咱们来终于聊一下这个驾驶感受了 安航S Plus 在动音器栏上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换装了一个大侠电池 并且电机功率去到了165千瓦 整体的一个百公里加速更快了 突破了7秒 达到了6秒8 续航方面 依旧是提供410千米 510千米 以及602千米的三种版本 一个账面上来看呢 整体的一个变化是不小 但实际的一个驾驶体验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哪怕是在Sport的运动模式下 起步瞬间也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强烈的推背感 而是要在中断以后呢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力 这和许多电动车起步器谈设的设定并不符合 整体来说还是更偏向一个舒适性 这个6.8秒的百公里加速带来的感受呢 有点像开一辆2.0T发动机的燃油车 只不过因为是电动车嘛 拥有没有变速箱这个特性 所以整个加速的过程很平顺 并且底盘的一个质感呢 也变得比旧款更运动的一些 开启号对路面的一个感知呢 也会更强烈一点 而且前面也说了 IIS PLUS是有多种驾驶模式可选择 只是作用于电机的一个输出 对转向的一个力度 基本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因此你在不同的模式下开起来 区别只在于你电机输出 以及动能回收之间的一个不同而已 不过这种设定也是足够的舒服 尤其在程式道路下 只要你开着一个Normal模式 把动能回收力度调到低或中 那么开起来是相当的舒服 总的来说和IIS相比 这次体验的IIS PLUS 虽然是试装车 但无论是外观设计 智能座舱等方方面面 确实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以现在2021年的一个标准来看 这个IIS PLUS 它依旧是有能力成为 自主品牌主流存电车型的一个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